這個之外呢 這一家甜點店啊 還有這個是我個人自己比較偏好的 它叫做 老奶奶檸檬蛋糕 喔 檸檬蛋糕 怎麼跟老奶奶連結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 最近有很多老奶奶的故事 可是這個故事我有問過 他說是真的 剛剛都有二樓的陽台了 這個有什麼好奇怪 不是因為有的火鍋店 他也沒有那個老太太啊 可是這個是有 主廚去歐洲學習那個做料理 就是做甜點的時候 他有好像也在鄉間 就是遇到了一個老奶奶 真的老奶奶 他笑我聽起來有點像 啊 他們當時好像就是在他們 招待他吃了一個 就是他手做的那種 檸檬的蛋糕 然後他後來回來的時候 開這家甜點店的時候 就覺得說 他想要把這個 回憶的味道複製出來 這一家甜點店 為什麼它會很紅啊 因為他所有的那個食材呢 基本上他們還蠻挑剔的 你知道你現在吃的這一個啊 一整塊 他們一個月可以賣掉1500個 你看他這 側面邊邊裡面都是 你們看不太清楚 都是那個檸檬皮的 對 它檸檬皮是整顆都有的 喔 檸檬皮也是整顆的 所以它裡面滿滿的 都有塞滿檸檬皮耶 而且它的奶油是用法國的奶油 是那個商用奶油裡面 最貴的一種奶油 喔 感覺好年豬 吃一點吃一點 直接吃嗎 檸檬 檸檬很自然的 酸酸連甜 完了 這個又要讓翁大哥戀愛了 糟糕 你的初戀在這裡 一片七十五百 我們的初戀就是老奶奶 對啦 二樓的老奶奶 因為它真的是看起來很質樸 可是就是味道很豐富 這個要不要試試看 你還沒介紹蛋糕 還沒有幾十人試吃時間 這個還沒介紹 那個我們一直來吃 我以為他已經講完這個 抱歉 那妳說一下這兩個厲害在哪 抱歉 就是他們一開始啊 店裡面最紅的就是蛋糕捲 這個產品 然後他們有原味的 然後他們每一個月 就是每一個季節呢 都會有季節限定的口味 對 然後像這個 應該是那個栗子的口味 然後因為它基本上 它每一天如果你要限買的話 限量是100條 你不要半個小時 它就會全部賣 對 是一條沙的蛋糕捲 巧克力的是他們這一季 就是當季限定的口味 上一季是草莓 然後這一季呢 是很厲害的 72%莊園巧克力的蛋糕捲 莊園巧克力 法國莊園巧克力 我想成莊園大師 不要不要 好 莊園大師是什麼 試試看 試試時間總到了吧 天啊 我今天怎麼吃這麼多甜點 欸 剛剛裡面有水果耶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試它的那個 鮮奶油的部分 因為一般那個市面上的鮮奶油 是奶精加糖 可是它鮮奶油是 完全日本的生鮮奶油 就像是牛奶一樣 就不會膩的那一種 好濕好軟喔 我跟你講 因為我實在覺得我不能在吃那麼多甜點下去 可是這個很好吃耶 而且我們等一下主持人這集會有多sugar high 你知道嗎 我已經睡不著 不是 我跟你講它的那個蛋糕體本身 那個海綿就是有點濕潤 很好吃 好 各位 題目來一下 請問哪個國家有燕窩之鄉之稱 A泰國 B印尼 我覺得我亂猜的 B B A B 正確答案就是 逸琳 真的 逸琳 逸琳是最多的 80% 然後這個馬來西亞13% 泰國5% 好不好 大家認識一下 來 一起來請出臉 歡迎 歡迎 好吃 好吃對不對 那個燉得很好吃 嗯 而且他那個燕窩真的是很誇張 不是碎的那種耶 吃得很沉溼啊 他整條啊 我剛剛不是還黏著 整條黏著 喔 這個翁大哥 翁大哥 你沒有在客氣了喔 你很痛喔 怎樣 有想到什麼 納豆 我現在能體會你的心情了 什麼心情 因為我當藝人都不能太胖對不對 今天要減肥 嗯 吃這個會有罪惡感 但是我說實在 今天看到這個 我可以講一個畫面 就是你要準備買 不要吃你 有沒有 大火大火的 上面壓力是很大的 我真的有點難過 你在逼你減肥什麼之類的 你終於看出我的壓力 我覺得你親一點點吃吃看 蛋糕捲的奶油很厲害 對 剛剛說了 是新鮮的 他說你可以看到檸檬的皮耶 對 我講過了 我一直有想講一模一樣的話 不好意思 我從小就有那種 我是奶油偵測機你知道嗎 以前那種便宜的蛋糕 有一種奶油是假的 你吃一下有塑膠味 我只要吃到 我吃到那個我頭就會昏 真的 但這個非常的好 對 它是用鮮奶 然後還有加蛋 雞蛋 完全就是新鮮奶油 我覺得這個例子好厲害 讓我們這邊盡量很開心 我覺得全台灣 真的最好的節目 是不是 你看 有吃又有吃 然後 好心酸 看起來很辛苦 而且翁娜他真的是 沒有在跳的 而且我上來這邊是 他的搭配很妙 我上來這邊是 宣傳還不能制止我多好 東大哥有的是實力嘛對不對 對 你就算胖再胖10公斤 你長相只是附加啦 你偶像外表只是附加的 不用擔心 對不對 我們還會把扣子 弄到兩粒對不對 是真的女性的 好 謝謝榮家的介紹 謝謝 謝謝 誰要介紹呢 可愛的灰妮要幫我們介紹 好 來 本書歌手輝妮又會帶來什麼樣的甜點呢 讓人期待喔 輝妮要介紹的是 我要介紹的東西超級厲害的 我一開始會就是會注意到這個 是因為這個設計師 設計師就是設計甜點的 廚師呢他才24歲 就是大五一歲 我就覺得他好有想法喔 然後他有代表台灣去英國比賽 得到第四名 哇 那是女生 女生 台灣之光 真的 然後他在台中 所以我就特別去台中找了這間店 他的東西真的很有設計 對 很漂亮 因為我在我的微電影裡面 就是演一個美食部落客 所以我真的去台中跟他聊天 聊他就是怎麼樣 對美食的想法 甜點的想法 對 然後我先介紹綠色這個好了 他叫做京都之戀 他一定又是抹茶的口味對不對 對 因為京都大家就會想到抹茶 對 他的抹茶 因為我本身很害怕抹茶的味道 蛤 有些抹茶是假的 不是假的 不是純玉管的 他們就有一種茶味 對 我不喜歡的味道 還要吃綠色的茶而已 而不是抹茶的感覺 對 他是特別 每個都是從日本進口的那個抹茶粉 我看到這個才知道 好可愛喔 一二三 然後外面一圈是慕斯的東西 啊 它裡面是先黑糖布丁嘛 然後有一個抹茶的膠 就是這個是什麼 對 餡 然後這邊有蛋糕 慕斯 慕斯 然後在一層外面的抹茶 再加米果還有金箔 然後它一天是限量只有十個 哇 十個 不是一個人十個 對 也太少了吧 只有十個 對 有到金箔的感覺嗎 很多抹茶的味道 嗚 這是我的忍者嗎 你以為 它把太多種的抹茶都放在一起了 因為布丁的又有什麼 又有慕斯的 然後 它好多層次喔 很豐富 很豐盛 那這個呢也好美喔 對 這個很漂亮 它叫做櫻桃泡芙三人油 這個超特別的 它上面是櫻桃泡芙 我原本以為它是 泡芙裡面爆櫻桃 但它就是把泡芙直接做成像櫻桃的樣子 對 它下面是巧克力塔 它是用三種不同濃度的巧克力 它外面那層是七十二 再七十 再六八 所以它不會讓你咬下去 整個都是太甜很膩的感覺 一口一口 哇 一口你確定 會不會太硬了 而且它是甜的 然後上面的泡芙有一點微酸 所以吃起來就很久不好了 我覺得主持人間好飽的感覺 真的 不要這樣 OK嗎 那有咬到櫻桃是對的 就是還有酸的味道 它真的就是一個充滿了層次的 櫻桃會酸酸的嗎 還是有一點 櫻桃味重嗎 巧克力味道就是滋味 它這個甜點太有層次 跟剛剛那個一樣 它那個硬硬的那層巧克力裡面 是很像巧克力海一樣 對 它外面那個是 你說外面 剛剛講的那個三種層次 其實真的都吃得到 真的喔 很厲害 好 各位 題目在這邊 抹茶有什麼特殊的功效呢 A 預防蛀牙 B 幫助睡眠 抹茶 來 請選擇 BBAB 正確答案是 A 預防蛀牙 耶 恭喜 恭喜你 抹茶有很多的礦物質 要發發火 不好意思啊 我們那邊很無緣耶 好不好 來來來 這真的超好吃的 這是已經不會 它故意就泡在醬裡面 所以它不會太脆 一點點口感 是不是要瘋掉了 很多層次對不對 我覺得它很像那個冰淇淋 就是冰淇淋 可是它是變成像蛋糕的一樣 很綿 那我覺得很軟 我覺得它下面搭這個餅乾非常好 我們剛剛沒吃到餅乾 不然整個太軟 而且它紅怎麼那麼漂亮啊 我剛剛還以為是紅絲絨的那種蛋糕 紅絲絨就是甜菜根 對 對 對 有一點像 跟它是櫻桃 它真的是一開始上面是泡芙的櫻桃味 然後後面慢慢吃下去 開始有巧克力 對 然後酥酥脆脆的味道 開始上來了 對 很好吃 好 謝謝我們妳的介紹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就是 欣妮也幫我們介紹了 歡迎 好 下一位送欣妮 介紹的夢幻甜點 又會有什麼特質呢 依舊做成了B 聯合力友已吃嗨啦